熊狮和母狮实在是不知廉耻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做起了运动 没想到却遭到野牛群的集体围观 一场活春宫看得是津津有味 哈喇子都要留下来了 狮王和母狮的仪式英明毁于一旦 这段时间母狮正处于发情期 随即就去勾引狮王 狮王看着眼前搔手弄姿的母狮也来了兴致 两人决定到一处安静的地方好好享受二人世界 没想到狮王已经经虫上脑 连一会也忍不了 走到半路就要和母狮黑羞黑羞 母狮也是浴火焚身管不了那么多 母狮非常配合地趴在地上 狮王也就顺势趴在母狮身上 就这样两人便开始旁入无人的运动 两人玩得正嗨 根本没有注意自己已经被围观好一阵了 熊狮感觉压迫的气息 回头就看到黑压压的一片 原来是一群野牛 这给狮王和母狮吓得够呛 母狮和狮王也顾不得尽兴 直接慌张地站起来 狮王心里直骂娘 自己的好事竟然被这群傻牛给破坏了 野牛群也是奇怪 平时遇到危险的时候 可没有这么团结 今天倒是出奇的默契 直接排排站看这场活春功 就差拿个小马扎了 狮王会收拾这群没有眼力尽的野牛吗 饥渴的狮王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和母狮黑羞黑羞 没想到遭到野牛群的集体围观 野牛们看得非常起劲 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两人的好事被打断 而母狮也被整害羞了 狮王和母狮得知自己被野牛群围观 狮王也是忍不住老脸一红 而母狮现在已经无地自容 恨不得找一个地方钻进去 狮王和母狮忙着逃离这个地方 但是这群野牛好像看上瘾了 一直追着狮王和母狮 想要继续看表演 狮王快被这群野牛烦死了 本来被坏了好事就非常不爽 现在竟然被追着嘲笑 狮王起身驱赶野牛群 还向真性地追击了一下 野牛群脸皮是真的吼 仗着人多势众压根部 把狮王放在眼里 狮王的恐吓根本没把他们吓住 还是舔着脸跟在狮王和母狮的屁股后面 母狮现在害羞极了 怪自己头脑一热 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做出这样的事 母狮非常清楚 今天过后自己和狮王的丑事 将传遍整个草原 母狮已经无地自容 直接钻进了灌木桶中 狮王也知道 要是不把这群 没有眼力尽的野牛赶走 母狮绝对不会出来 狮王只能再次驱赶野牛群 没有眼力尽的野牛 会得到惩罚吗 狮王和母狮上演活春公 不料被野牛群围观 最后竟贤不贵 要求加戏 母狮已经无地自容了 这群野牛实在是太过分了 看了一场直播后 竟然不满足 追着狮王要求加戏 狮王也被惹毛了 开始驱赶野牛群 但是野牛的实力可不容小觑 光是一只野牛 就够狮王喝一壶了 别说现在一群野牛在场 看起来是狮王攻击野牛群 但其实就是吓唬他们 狮王可没那胆子 招惹这群疯命 两人玩起了游击战 当狮王追击野牛 时他们就逃 等到狮王停止攻击后 野牛又屁颠屁颠地追了上来 实在是没办法了 这群牛屁堂怎么都赶不走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狮王带着母狮准备逃跑 但是牛老大可不乐意了 自己还想继续看直播 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走了 率领牛群追击狮王 狮王和母狮直到傍晚 才灰溜溜地回到狮群 今天本来是美好的一天 结果碰上一群愣头青 晚了一天的你追我逃 狮王此事已经精疲力尽了 自己的仪式英明也毁于一旦 实在是得不偿失 这件事也让狮王长了记性 以后再也不敢打野战了 你如果看待狮王和母狮的行为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快看 视频中的男子直接拿着一块巨大的砖头 狠狠砸向比特犬 砖头瞬间四分五裂 但是比特犬依旧毫发无伤 仍旧死死地咬住宠物狗不撒嘴 这是前不久发生在我国街头的一幕 而砸狗的男子正是小宠物狗的主人 这天男子带着自己的宠物狗上街溜达 正好消消失 此时一名女子也带着自家的比特犬出来溜腕 这只比特犬个头不是很大 男子此时还没有察觉到危险的来临 依旧惬意地散步 只见比特犬看到不远处的宠物狗好似看到了骨头 立马进入了狂暴状态 直接向着宠物狗冲去 比特犬主人没有防范 再加上巨大的惯性直接被自家狗子拖倒在地 这下摔得可不轻 比特犬猛地冲过来开始疯狂四咬宠物狗 宠物狗主人看着眼前这一幕非常震惊 已经吓得待在了原地 街上的人看着眼前这一幕更是四处躲避 众所周知 比特犬是一种猎性犬 性情凶猛暴躁 一旦被他咬住那是非死即伤 而且他的抗击打能力非常强 一旦咬住猎物不用什么方法都非常难松口 现场的人也不敢贸然上前阻止 搞不好还会咬伤自己 这只可怜的宠物狗能否得救呢 宠物狗主人举起一块转头狠狠地砸在比特犬的身上 男子所做的一切只是想解救自己的狗子 不料面对击打比特犬毫无反应 依旧死死地咬住宠物狗 可怜的宠物狗能逃出生天吗 在比特犬冲过来的时候 宠物狗已经感受到了危险开始逃跑 两人随即开始你追我赶 但不幸的是宠物犬没多久就被扑到在地 比特犬狠狠地撕咬着宠物狗 宠物狗疼得滋挖乱脚 宠物狗主人赶到现场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直接惊呆了 此时一旁的人只顾着看热闹 没有一个人上前搭把手 而比特犬主人看见自家狗子搞出事情 害怕承担责任 直接逃离了现场 此时宠物狗主人看见自己狗子被咬着急的直跺脚 如果再不阻止比特犬 自家狗子就凶狠多吉少了 男子直接拿起一根棍子狠狠地敲打比特犬 但此时的比特犬正处于狂躁状态 这点攻击对于他来说就是挠痒痒 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比特犬丧失行动能力 宠物狗主人看见这招行不通 又从地上搬了一块大砖头砸向比特犬 砖头瞬间四分五裂 还是没能阻止比特犬的撕咬 此时的宠物狗已经奄奄一息 分不开根本分不开 比特犬好像疯了一样 一直疯狂撕咬宠物狗 就连宠物狗主人用砖头很杂也无动于主 这身子简直是铁打的 很快宠物狗主人又找来一块更大的砖头 再次狠狠地砸向比特犬 不出意料还是没有 这么大的砖头要是砸在人的身上不死也得惨 可比特犬和没事人一样 不得不说实在太抗揍了 此时的宠物狗主人已经精疲力尽了 正当他准备放弃之时 人群中冲出来一个中年男子 这位大哥不仅心善胆的还大 只见他动作敏捷 直接抓住比特犬脖子上的香蜷 向他提了起来 而宠物狗主人也趁机用棍子敲打比特犬 这下成功让比特犬松脱 尽管成功解救了宠物狗 但是宠物狗已经移动了 能不能活还未可知 只能说像比特犬这种猎性犬需要训练 一般人养这种狗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发了风非常难控制 就连狗主人都不敢上前拉架 如果伤了老人和孩子就不好了 所以那些养狗人士一定要有公责心 平时在外遛狗是一定要记住牵手的 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 以脸害人害己 你如何看待生活中那些遛狗不拴绳的人呢 视频中的比特犬疯了 直接咬住公牛的命根子不撒嘴 公牛现在是有力使不上 只能原地撒坡打滚 一旁的母牛看不下去了 挣脱缰绳出手相助 究竟发生了什么 母牛能成功解救公牛吗 今天一男子带着自己120斤的比特犬 来朋友家串门 男子和朋友到屋内聊天 将比特犬独自留在院子里玩耍 此时的院子里还有一头公牛和一头母 他们被拴在木桩上静静地吃草 比特犬无聊至极在院子溜达 突然发现了被拴住的两头牛 此时的比特犬被公牛胯下的命根子吸引住了 朝着公牛前进 公牛眼里只有草完全没注意危险的到来 只见比特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咬住公牛的命根子 强烈的疼痛让公牛滋挖乱脚 此时公牛想调转方向用自己的头攻击比特犬 但是命根子在人家嘴里公牛不敢乱动 只有让比特犬松口自己才能调转身位 如果强行调转只怕自己命根子直接就报废了 公牛现在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疼得原地跺脚 院外巨大的声响吸引了人们的祖母 大家出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傻眼了 急忙开始解救公牛 人们的到来能成功解救公牛吗 120斤的比特犬胆大包天竟然盯上了公牛的命根子 公牛疼得原地跺脚 关键时刻母牛出手相助 众所周知 比特犬是一种猎性群 性格非常凶猛暴躁 对其他动物有攻击性 对陌生人也不友好 一旦咬住目标非常难松嘴 当人们出来查看 看到眼前的一幕直接震惊 比特犬看到自己主人更加肆无忌惮 咬得更加激烈了 看着凶猛的比特犬主人也不敢靠近 只能呆站在原地 这时牛主人直接拿着棍子开始攻击比特犬 比特犬实在是太抗斗了 面对攻击比特犬依旧咬住公牛的命根子不撒的 现场的情况十分混乱 牛主人还指望着公牛来生效 如果命根子被咬断一切都晚了 这时一旁的母牛实在是看不下去 奋力挣脱缰绳对着比特犬发起攻击 只见母牛直接用脑袋狠狠地撞击比特犬的事 这下力道可不轻 但是比特犬依旧不松口 现在公牛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母牛调整状态紧接着开始第二次击攻 这次终于让比特犬撒嘴 比特犬快要气疯了自己好不容易就要成功了 结果被这只母牛坏了好事 一气之下比特犬直接咬住母牛的脖子 凶猛的比特犬咬住公牛的命根子不松口 任凭大家如何攻击依旧稳如老狗 关键时刻母牛霸气护服 不料却遭到比特犬的报复 虽然牛是家养的牲畜 但是它的战斗力可不容小觑 母牛的力气不知道比比特犬大了多少倍 比特犬死死咬住母牛的脖子 结果下一秒直接被母牛甩飞 母牛彻底进入狂暴状态 死死地将比特犬按在地上摩擦 比特犬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时牛主人眼疾手快将比特犬救了出来 不得不说还得是牛主人 在自己的牛遇到危险事挺身而出 现在更是不计前嫌救出比特犬 而反观狗主人早就在一旁下的不知所措 当比特犬被主人带走之后 母牛还是不想轻易放到它 还想给这个嚣张的比特犬一点教训 生活中比特犬伤人事件频频发生 但是遇到这种情况 那些狗主人也不敢上前置之 导致很多无辜的人被凶猛的比特犬咬伤 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想的 养一些可爱温顺的宠物不好吗 非得养这种危险的动物 有的人出来遛狗甚至连绳都不牵 最后出事了一个鼻个损 结果导致很多无辜的人受伤害 你如何看待那些饲养危险动物的人